而疫情区换很多人出国 也有许多人到台湾玩 但是却有一位包车的业者 他在脸书上面发文抱怨 说有一名来自香港的何小姐 她是在半个多月之前 就已经先预约好机场包车接送的服务了 原本是要从机场接到宜兰郊西去 但是没有想到当天就被放鸽子了 但是何小姐解释说 是因为她提早到了机场 那么就后来自己先买了巴士的车票 然后就认为说不用再包车了 还传了讯息跟对方说 那我们就下次合作好了要取消了 事件爆发之后 有许多的香港民众都觉得 这样的行为非常的离谱 因为这个问奖就是一路从台中 开车开了160公里 结果到桃园机场被放鸟了 当然觉得很委屈 因此许多的香港网友是替当事人 来到这个租车业者的粉砖上面来致钱 又是推车又是行李箱 国门一间各国观光客 桃园机场人潮满满满 不少旅客来台会选择机场包车接送服务 但有业者要到机场载客 却被放鸽子 摊开双方对话记录来自香港的何小姐 早在三月二十二号向业者预约 清明廉价四月四号下午两点 从机场到宜兰郊西的车 日期时间价格也都达成共识 从台中北上花了一个半小时 开了160公里到桃园机场 业者担心廉价路上会塞车 提早快两个小时抵达 居然被香港旅客爽约 没想到香港何小姐在当天中午接近一点时 突然传讯息给业者 表示飞机提早降落机场 已经购买了巴士车票 下次有机会会再包车 同时说了对不起跟谢谢 但业者已经到机场 认为这样太离谱 怎么可以临时取消 之后却迟迟等不到对方回复 跑车八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让业者相当傻眼 但其他香港人也在底下留言 代替何小姐认真道歉 觉得他影响到港人形象 业者也记取教训收定金 避免类似戏码在上演又吃门亏 华新闻中华梁李徐婷 总和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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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